你覺得賀龍對你們道歉 是真的道歉嗎 沒有那當然不是道歉啊 沒有我先講 我要這樣講 我客觀講 賀龍是主持人 兩邊有不對 就是說那個中國的那個叫王志安 王志安這個就是該罵嘛 你不應該這樣子去調侃 然後這樣去羞辱 聲唱人士嘛 你該罵而且罵到底 你不能驅逐出境 不能進臺灣就對了 賀龍他的角色麻煩 就是說他也該罵 但他的狀況是主持人 我說比方說今天昨晚你胡說八道 不能怪五哥吧 可是我胡說八道如果五哥 信高采烈你會被罵 這就是我覺得賀龍的狀況是 當王志安胡說八道的時候 賀龍居然是跟著一起笑 一起開心 其實這次很簡單 其實賀龍後來的這一個 所謂的道歉 會讓大家覺得 沒有說真的是認為自己有錯的原因 是因為這次不用講那麼廢話 就講來賓的發言 我不贊同 我對於認為受到羞辱的伸仗者 我表達歉意結束 這次沒有人會再怪賀龍 我們怎麼會去罵一個Youtuber 一個一個綜藝節目的主持人 不會嘛 可是他後來就扯到說 我下次會支持那個 那個你們民進黨 然後那個會支持 你們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那個那個我們提名的人 然後那個讓他可以進到立法院 不是啦你這樣子搞 後來後來我那個 故意的 對這個這就很明顯嘛 所以我們態度是這樣啦 反正我們民進黨我們好好做 做到如果你下次發出內心支持 我們再支持我 其實沒有必要 就這個事情是 你就是一個主持人 你在來賓講的 不正湯的話的時候 不加量話的時候 你附和了 其實就這樣子講清楚就好 不過現在看起來 張軍之所以會這樣的一個 發言道歉模式 某種程度一定 當然除了自己心裡面 也許賀瓏自己心裡面 還是有一些的不平或什麼 一定他也知道 還是有一些人的看法 是不是跟他一樣 所以他會這樣 那王志安就更不要講了 他跟你講 他後面有十四億人 當然十四億人 一票都不屬於中華民國的選舉 我們綜藝的選舉 多一票就是贏 你十四億人 沒有一票可以在臺灣選舉 你在中國 你也不能選舉 因為習近平根本不讓你 投票 所以他們可憐 那但是我講 這一次的王志安誓言事件 你要道歉的 為什麼會是對執政黨道歉 我是在想不透 今天是你 你對一個歧視 陳俊翰 對你是歧視 你是對陳律師 這一些的這個 有同樣遭遇的人 你是在歧視他們 那難道身體上行動有障礙的人 就不能上臺助講嗎 身體有障礙的人 就不能表達 我支持哪一個候選人嗎 這是歧視 所以不是對執政黨 我覺得奇怪 那個王志安說 哎呀宇宙最棒的民主啊 臺灣民主 他不只羞辱 只是羞辱臺灣的民主 臺灣民主是宇宙之光啊 世界之光啊 什麼之光 我覺得那你 你來臺灣觀察臺灣的民主 不是就是因為 中國看不到嗎 如果中國看得到 你開人民大會的時候 你去看就好了 你是中國人嘛 就回去看啊 看看習近平是如何百分之百鼓掌通過 擔任國家主席的 在臺灣說實話看不到 臺灣就算八百一十七萬的蔡英文總統得票 也沒有超過六十趴 那這麼可怕 一個民主國家 他哪一個人的得票率超過七十趴 那才讓人家懷疑呢 對金小胖說 沒有我才九十九點九票 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他妹妹沒投他嘛 其他都投他 為什麼呢 因為那是專制國家 那是共產國家 那沒有自由 那個自由是假的 所以王志安是用酸的 那賀龍 下次我會支持民進黨的立委 讓他可以進立法院 第一 你是一個節目主持人 你何必去表達 表達你支持哪個政黨 你是個節目主持人 你是個綜藝節目主持人 你就可以說 我對不起這個事情 我沒有阻止 我對於臺灣的這種歧視 我深感抱歉 我可以這樣講 我對這些朋友 我深感抱歉就好了 你跟民進黨道什麼歉 你跟民進黨支持什麼 那像國民黨說 原來賀龍是綠的才怪 那叫反串嘛 那叫反串嘛 他越這樣講 就在酸民進黨說 我這樣講你高興了吧 我支持你們 你們高興了吧 我讓你們當選 你高興了嗎 這不是道歉 這叫做挑釁高級酸 這叫挑釁 就像我們有阿兵哥犯了錯 被銀長關緊閉 然後你進去說 你有沒有決定你犯錯 你出去喝酒開車 有沒有錯 包含銀長 你真的好棒 你高興了吧 包含銀長 我明天再也不會反抗你的 你剛高興了吧 就不要等我退伍 退伍出去寫篇文章 讓你們雞毛鴨血 這哪叫道歉 這叫挑釁 所以我才說 他的道歉 他的挑釁 是要創造另外一波討論 這就是網紅啊 這就是網紅啊 我們也在網路上主持節目啊 我們會去跟他講說 我們誠意誠意道歉 那就發個新聞稿就好了 你當然是透過道歉 另外刷一波流量 這就是賀龍嘛 但是大家不要太用政治臉光 去看賀龍 他就是一個YouTuber 他就是一個主持人 他要流量 大家就是針對臺灣的價值 不要歧視任何人 這才是我們要追求的